第二讲我会给大家一个Ninux系统认知 主要是和你们熟练的系统做比较 现在Windows和Mac都是针对于各种操作系统 就是它一定要给你能看到东西 是吧 能看到这里有一个个文件夹 你可以看到文件和文件夹是不一样的东西 看到没有 从颜色来看就不一样是吧 还有形状也不一样 这些不一样是怎么做到的 是工程师他为了按不懂电脑的人 有这个认知刻意把它区分开来的 这是一种设计哲学 然后我们拿到的个人电脑 通常都是根据自己的一种思维 有能分辨出很多东西的 因为它要按你没有障碍的去学习 但Ninux不一样 Ninux我们看到的就是黑白命令 你甚至鼠标只能复制一下 鼠标在这里很长时间是没有用的 只能通过一些命令来跟它做交货 就相当于跟它对话一样的 你说一个命令 它给你一些东西 如果你输一个错的命令 它要给你一个 放大一下 你输了一个错的命令 它要给你一个command alone 或者其他的错误 相当于你都要跟它对话 但是你在Windows下面不一样 我们很明显可以点进去 点进去它就会弹出东西给你 但是如果你点错了会怎样呢 我点这里为什么不能弹进去 这里我本来应该点进去 假如我鼠标在这里款点 你发现怎么都进不去这个文件夹 为什么进不去 因为你鼠标点错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里有一个单 假设这里有个download的文件夹是吧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是有东西的 但现在我要进入这个download的文件夹 我应该这么进去是吧 这样就叫进去了 因为不一样了 跟上面的这个 Ls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那你是怎么进去的 是因为你走对了 假如你随便进一个 或者是你看起来好像是对的 删掉这两个字 你发现怎么都不对是吧 怎么不对它会告诉你不对 但是你在Windows之下 你在这里款点都没有用的 但是我们通常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因为Windows它就是要让你看到 所以你鼠标可以看到有个文件夹 你点它就好了 在这个黑白命连海 就只能是通过这种交互式 而且要确保你交互的是对的 这个对对初学者来说 就这个很大的障碍 因为很多情况下 我们都是以为自己是对的 甚至没有一种错误的感觉 还有就是 我们经常会怕错 其实不用怕错 你只有碰到这个错之后 你才知道不应该这么做 这都是通过练习来得来的 然后我们还是来去看 这个系统认知 刚才我们给大家是一个 简单的认知 一个可视化和非可视化的问题 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说多用户 多任务 多现成 当然这很多都是 你们在书上就能看 我直接给你们讲一下 什么叫多用户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 进入我们的Windows系统 我现在就给大家 开通Windows账号 开通Windows账号 首先 刚才我们打了这么多命 你可以看到 你输入History的话 它都会弹出来 这个命令你们可以先认识一下 等一下我会讲 那么很明显 我这里有个SH 是吧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 这个命令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你远程要登录一个主机 这个主机就是这个IP 然后用户名 为什么这样能登录 是因为这个IP对应的是电脑 对应的是哪个电脑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哪个电脑 哪个电脑 它的IP就是这个 你们看到这个IP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有设置过自己路由的经验 是吧 因为现在社会嘛 肯定是买过路由设置过路由 那就是192.168.1.100 或者什么101.108 什么就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路由器产家给你说什么就什么嘛 这个192.168就是一个局域网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IP现在假如我看视频的那个比如说飞机玩点的学员 他就没办法登录 因为他跟我不在一个网络 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假的网络 但是这个网络就是一个真的网络 看没有 我等一下会登录这两个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区别 我再放大一下 能看到吗 比如说像这个IP他就是111开口的 下面这个IP就是192.168 那现在就登录一下 直接登录就好了 前面的黑石鹊也不应该打 这命令为什么会错 就是因为你他以为你先打的是黑石鹊 后面是他的参数 我们现在登录一下 然后我给大家创建用户 登录的话就需要输入用户名义 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登录的这个用户名叫 机密针是吧 假如我要切换用户名怎么办 比如说我切换一个叫 Ubuntu 好 去换PC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超级用户名 他就有所有的权限 他可以给你们创建用户 创建用户他需要用这个获取权限 但是你们不需要学 因为很大概率上你们都是 很长时间都不会有这种权限的 你们可能通常是用 公司或者其他人提供你的电脑 假如你们需要学就好好看视频 因为这个权限是很危险的事情 如果随便乱打的话很容易把电脑搞坏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开通一些用户 如果你们不会的话 比如说ADD的 grip一下看以前是怎么开的是吧 你们就能够把这个复制过来 你们可以看到命令之间都是有空格的 我们在另一回数的任何东西中间都是有空格的 空一个格后空两个格三个格没有区别 有些时候还不只是空格还有一些是要加一个小鞋干的参数 等下会讲六个人需要开通用户 比如说我们就叫你们 S1 22 23 24 密码都是123 密码是123 其实是可以批量开通的 但是批量开通 我需要写个脚本 这时候你们假如你们不还会 你就可以不停的修改这个看了没有 刚才我已经开通第一个用户了 你现在可以登录一下 就叫S1 用户名就叫S1 密码是123 登录还是我刚才说的 SSH是吧 然后用户名 at 密码 不 用户名 at IP 用户名是 se at 的 IP应该就是 IP应该是 192.168.0.152 是吧 密码就是 123 它就已经成功登录了 看没有 弹出这个东西就叫成功登录 假如你是失败登录会怎样 我们再来一次 sh 杂七杂八 at 杂七杂八 它没有任何意义是吧 看到没有 它没有弹出任何东西 就是说你的命令能够跟它对话 前提是你做的是对的 这个对就是需要你有这个认知 你知道它命令是什么 这个命令是怎么学的 我给你教你一部分 但是是不够的 知识点非常多 因为你要学的是一个系统 人家一个用为班 要讲一个月 讲一个月按照来懂这些 但是我们作为生信工程师 没必要懂那么多 像这个 你可能只需要记住这一个 这一个东西就好了 明白没有 只需要记住这一个就好了 这结构很简单 当然这个命令等一下会发给大家 万一大家不知道 但我相信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 然后如果你登录了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se的人登录了 就是我刚才登录了 然后改密码应该是password password se 然后就可以改密码确定之后 然后你们改密码的时候会发现 比如说我给你改个密码叫321 现在给大家改看一下 你们等一下登录加改密码 321 你看我在键盘上其实输入东西了 可是上面没有任何反应是吧 它是不会有反应的 它先要输入current的现在的密码 现在的密码是123 我已经输入了 但它不会有反应 因为它要保护你的影子 然后现在要输入新的密码 刚才为什么我会错呢 因为我 我没有认真的去对待这个系统 我在给你们讲课 我没有看到它 我没有看到它要我输入是现在的密码 看到没有 英文大家都认识吧 这基本的英文都要认识 其实刚才我应该输入现在的密码 可是我输入我要修改密码 然后不过第二次我修正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 一定要非常的认真的 跟你的机器对话 因为你在使用它 不要随便乱打一些东西 打的时候报错的话 也不要去害怕 一定要去努力的去跟它沟通好 一旦你成功的建立好这个连接 后面所有的事情就不用怕了 假如你们登录成功了 我这里会看到 比如说S5和S1都已经登录了 你们要知道 这个命令对你来说 你应该修改什么 你肯定要修改at前面的这个东西 是吧 你是S1还是S2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规律的 我为什么给你们创战S1234567 就是你们知道它是有规律的 不然我随便乱创战你的制服 你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 假设你们都登录上了 我们现在就来讲 为什么生物心血需要用news 首先第一个就是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批量化的操作 它就可以批除你 我们在后期会讲 然后就是登录服务器 你们刚才是用到两个软件 这两个IP是可以用的 这两个你们点一下 这个copy一下这个URL 可以看到这里32G 是不是下载的很快 8秒钟就下 20多兆就已经下载完了 下载的这个软件 它在哪个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域名 这个域名是不是很熟悉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那台服务器 后面这个路径是怎么回事呢 你们知道如果打这个 它其实有点类似于你们在这里 看到的y3w.html 看到没有 这里面有个bioling 看到没有 这个就等价于 这个路径就被我们默认设置成 这个因为我们开通了这个服务 所以的话这个服务 它默认就把这个 就默认就进入到刚才那个目录 假如你那个目录下面有东西 就可以通过这个URL来访问它 这也是Linux的其中的一个细节 但是这个就不在我们讲解范文的 因为你们做生计 很大程度上是用不着的 除非你们要去开发网页工具 假如你们有机会开发网页工具的话 可以去我们论坛看一些 箱里啊 或什么的 对 交互网页 箱里是比较基础的网页 现在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脑 这个电脑和我们 和我们windows电脑的区别是怎样的 这里面你们已经进入了它新的电脑 你们怎么看 首先你可以看 电脑的配置怎么样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8T的硬盘 但是8T硬盘在这里显示是7.3T 是吧 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 或者说它本身算法不一样 这个就不用管了 就是说有4块硬盘 这个硬盘挂载在不同的地方 等一下在第一架我们会讲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内存是多少 内存是64G 但64显示只有62 我们在自己的windows电脑是怎么看的呢 我现在没有windows电脑 但是我有Mac电脑 我可以给你们显示一下 有about这是Mac是吧 about就会看到上面的内存是8个机是吧 然后这些东西为什么可以可视化的看 是因为设计这个电脑的工程师 他设计了这些东西 你看在不同的电脑上你需要找到 有些人跟Mac到现在可能都不知道这些盘是怎么出来了 因为他不懂得这个fund里面的一个performance该怎么调整 而这些该怎么调整 比如说你调这个他就会多一个 就像你们windows有一个快速反映什么呢 那这些知识是怎么获取呢 也是因为你自己 你拿到一个电脑 你很有兴趣去探索 不然你买个电脑 你不探索 就自己在那里搞个word是不是太low了 那同样的这个电脑也是一样的 虽然你看不到很多东西 但是你仍然可以很有兴致地去探索 假如你们很有兴致是很快能学会的 如果没有兴致 那就只能我逼着你们学了 理论上也是可以学会的 只不过稍微会麻烦一点和累一点而已 然后这个系统认知你们大概知道了吧 比如说你们可以看到 是吧 假如我可以切换一个用户 刚才切换是不是很简单 数一下se 假如还没有改密码的话 123 是吧 我就变成se了 怎么看到的呢 你们看前面刚才是一个pcat 是吧 现在变成seat了 是吧 还有你们假如我一个z出去 就退出刚才用 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这上面打出来的东西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是这个颜色 你们没有呢 加了一个 我应该加了一个这个字符串 然后这个系统认知就这样 就相当于是两台不同的 不同的电脑 明白没有 就是 你去 差不多召唤一下思维 就有点类似于你刚开始去接触Windows电脑 不同的点鼠标 不同的不停的修改文件夹 不停的去这样做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 这个思维你一旦获得了 你就已经掌握这个Inno的系统了 但是就跟你如何掌握Mac电脑一样的 哪怕是你说如何掌握MacWindows一样 哪怕是你现在也不敢说你是Windows高手 至少注册表也没有接触过吧 怎么样禁止你的右键 这些就完全只能靠一些 不是残人能够理解的热情去学习了 但是你们至少可以学到 能用它来处理数据 做好一个生性工程师 至于该怎么样学高级 那完全是取决于你的兴趣 好 这也讲就到此为止